下PIG对着AT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瑟瑟这个邦邦呢 他掏出来应该是尊重自己的熟练度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刚刚给大家分析嘛 这套阵容打什么好呢 打鱼女我觉得挺香的 真的一个张狂鱼女 上来这边昆虫的虫减速没那么严重 找冒陵家也好找 这个邦邦要不要带个张狂 看一下吧 他带的是底牌 底牌挽留帮 第一个点找到的是这边的大防昆虫 没有带风窗 这里的话看炸弹风交互点风的怎么样了 板子直接下 这边连炸应该连不上了 板子一破 这边虫搜 然后虫子卡口 转中场 昆虫带的是个飞轮 这波昆虫其实虫玩的还是挺不错的 看连炸能不能炸上吧 飞轮的CD还有20秒 这边连炸 没炸到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进到小房 然后再下一块板子了 躲掉炸弹 往后面绕 往后面绕的话会不会吃刀 虫子卡得很好 但他这边没有选择进板 他选择进小房 再卡虫 过来一刀抽 哎呦可惜了 这边要交枪了 直接隔着这块板子给你来一枪 其实我觉得可以等他板子踹完以后 给他来这一枪 对吧 你这板子不踹 难受吧 那现在的话呢 这边瑟瑟手里面要闪现 距离跟进以后闪现一刀带走 我们算下密码机啊 总量上面来讲 现在是修了一台半 再加上冒眼家的输液 两台 这个机子 其实是不够的 这机子其实是不够的 这边闪现一刀 飞轮面的交出来 好的 那边顺势将虫打掉 整体上面来讲呢 我觉得昆虫做的非常不错了 但是你不错归不错 色色这边也没有什么失误 所以说整体牵制的话 趋向于一个平局 趋向于一个平局 这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局的一个邦邦 其实他全看求生者的脸色 求生者想真胜 来救两波 两波波命套 你邦邦打到了 你能赢 球者这边如果说选择 卖掉的这种 这把球者有点激进啊 这要救 你们的机子不够吧 这个救 我觉得不如卖啊 这机子是真不够 那过半了 过半以后这边顶出来 然后傭兵在被追的同时 冒险家也在附近了 大家注意啊 我们看一下 冒险家这边现在看不到 我估计冒险家已经过去捞了 这里的话 色色应该是没有想到 冒险家这边附近的 再回头 冒险家这边到椅子旁边 将人救下 好 这波救完昆虫 他主要没有双弹 也拉不了点 冒险家这边 卡住了 卡住归卡住 核心问题这昆虫真走不了呀 队友该给的辅助就一把枪已经给掉了 还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能给的已经给了 一波连 那个叫什么 遥控雷 直接连爆 带走 这波打完 从结果上来看呢 如果说当时 傭兵只给个耳鸣压着 然后把这边的昆虫压飞 应该是会更好一点 现在的话就看色色能不能找到这冒险家了 色色这边一波绕牌 没发现 连扎 看到了 好了 打了一刀 打了一刀 帽野家手里12%的输液 傭兵手里还有一手薄命 还行吧 这个局应该是 趋效于一个三人开门战 色色保平真胜 帽野家如果还能拖 其实帽野家拖不拖 我觉得都一样 因为 对于色色来讲呢 开门战肯定死抓你这帽野家的 一波遥控雷没爆到 然后呢 这边 机子呢 应该是压不住的 他技能呢 手里面是捏着的 还是一个保平真胜 还是一个保平真胜 这边帽野家 其实这波牵制也做的很不错了 拉开了 这样的话 大防的密码接着放出来了 球员这边的话 可以考虑让空军来救 然后留佣兵的 保佣兵的状态 保佣兵的道具 保佣兵的搏命 再来看后续怎么打 色色这边挂嘛 你挂 挂到大防旁边 但也压不住这台机子 压不到这台机子 这个空军应该是卡半旧一波 空军这边躲在这个楼梯口 好像是要等到卡死旧了 因为这个血线没出来的话 应该是卡死旧 确保机子 因为他们还是怕 万一机子没好 这个空军被秒了 就出大事情 想卡半旧的话呢 机子确实差那么一点点 选择卡死旧 可以可以选择更稳的一个打法 毕竟我佣兵开门战三护币捏薄命呢 空军来了 这波空军的话 这个飞轮我觉得可能得省下来 这个飞轮也得留下来 待会儿应该是直接往那个大防里面走 然后空军这边可以快速贴门 掩护一手 想扛一刀 扛不到 一炸 这边 密码机直接点亮 闪现一刀抬走 这一波瑟瑟这个闪现交的非常的果断 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 挂飞猫眼加回头去找空军 又是阿普系 阿普系 先压一波脚步 手里面压着一个飞轮 先蹲 又要看阿普系的一个跳地窖了 这边瑟瑟一波反绕 好的 那这里要飞轮躲到 直接 直接翻 用兵空有一个薄命捏在手上面 在这个地压室也无济于事 也没什么办法 这波的话呢 怎么说呢 当时我觉得 直接让冒险家往大房走 然后 瑟瑟笑得很开心 然后 让空军贴门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有用的板线 大家温柔 为什么 防卦